为了迎接新年,平溪区公所特地在金铜老街沿途挂上300多颗的红灯笼 到了夜晚点亮更有过节气氛 平溪区区长李天明也邀请民众过年期间来平溪走春 金铜老街除了有怀骨氛围,更有百年火车站等历史遗迹 来平溪小旅行千万不能错过 金铜老街是充满浓厚的一个怀骨气氛的一个地方 那今年我们平溪区公所在这边以传统一个灯笼布置的方式 希望再把这个金铜老街的这个商圈再装点起来 那这个地方有百年的一个金铜车站 还有我们刚完成的一个充满日式元素的一个后车亭充分跟地方的景观做连接 平溪区区区长表示金铜老街是充满怀骨氛围的街区 今年平溪区公所以传统灯笼布置方式 希望再把金铜老街商圈装点起来 这里有百年金铜车站 还有刚完成充满日式元素的后车亭 充分跟地方景观做连接 夜晚三百多颗灯笼一起点亮 仿佛走进电影场景 那最近我们区长真的非常用心 又来帮我们挂灯笼 希望说在过年的时候 这一段会更热闹更有气氛 那还有百大历史建筑的玄洗煤厂 还有我们的平溪线的铁道 这些元素都是一个 让青铜地方非常丰富的一个景观 那欢迎各界的朋友 在过年期间到这个地方来走村 来做一个小旅行 那我们晚上也都会把这个灯笼点亮 一起这个祈福 当地里长表示 金铜是一个小而美的地方 平常里民和志工都很维护环境 不管是小公园还是火车站或后车亭 都是有着日式风格 非常漂亮 加上区公所真的非常用心 沿路挂红灯笼 希望在过年增添热闹气氛 借成为平溪采访报道